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语法分析 什么是语法分析呢 我们说语法分析 它是语言导出了一个逆过程 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语言语法 那么都是说我有了一个语法 如何去生成这个语言 那么语法有当中包含了产生式的集合 那么我们如何从产生式的非中结福当中 这个威灵就是初始佛号开始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产生式的直接导出关系 然后生成最终能够生成一个合乎语法的这么一个句子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上 或者说在研究当中 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说 我拿了一个句子给你 然后你替我来判断 来进行识别说 这个句子是不是合乎这个语法 我们在前面对于这个语法进行分类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过 美容语言它会被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自动机所识别 那么这个识别呢 最终自动机呢 也是为了告诉你说 你给我的这个句子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语法的这么一个句子 对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逆过程 有一个逆过程 你得告诉我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语法 如果符合 尤其是关键的是 如果符合的话 那么这个语句 它是由哪些产生式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导出关系 一步一步的导出来的呢 也就是说 从一个句子 一个合法的句子 然后得到一个导出数 我们说 如果是特殊的这种语法 它产生式左部 只有一个非终结符 那这样呢 我们可以用导出数来表示这个导出过程 那么如果说不能够用导出数来表示 那么你是如何引用这些导出的这些产生式 然后一步一步的得到了 那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这个步骤 跟数理逻辑当中哪个步骤比较类似呢 我们说 它跟这个命题是一个真命题 是吧 作为一个定理 那定理呢 它需要得到一个证明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定理 我有一个命题 它说为真 还不管用 那么你必须得告诉我 它是如何从最开始的公理 然后呢 再经过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推理规则 然后最后能够得到我这么一个定理 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证明的过程 那么这个语法分析的过程呢 就很类似于这个证明的过程 同样呢 都是寻找一个序列 寻找一个序列 那么这原语法分析呢 是寻找一个导出 导出过程 这么一个引用产生式 关系的这么一个序列 那么在证明的过程呢 是得到这么一个 引用推理规则的 这么一个公式的序列 那么它都是反过来 得到这个序列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语法分析呢 就会涉及到对于句子结构的 这个本身的分析 也就是说我这个句子 它是由一些字符所构成的 那么这些字符呢 它是来自于哪些的产生式 那么它是产生式当中 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句子的这个结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反过来 就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得到这个结构呢 有什么用途 我们说呢 在对于这个上校文无关的语法来说 那么在这个程序设计语言的 编译的当中 就会有很重要的引用 我们知道所谓的编译 它是按照我们书写的一个高级语言 比如说用C语言写了一段代码 我们得到了一个点C文件 这个文件呢 称作语言代码是吧 叫做source code 叫做语言代码 语言代码是我们依据这个语法 写出来的这么一个语言 就是实际上C语言的语言代码呢 应该你写出来一个点C文件 严格来说呢 是应该是C语言的语法 符合这个语法的一个句子 只要你这个语法是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C语言的程序呢 是由人来编写的 人编写以后呢 再交给计算机去理解 那么理解呢 首先它这个计算机呢 就需要知道 你的所写的这个语言代码的 原程序的这个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最终才能够翻译成 机器所能够执行的 这个机器语言的指令的这个序列 来一步步的来进行执行 比如说一个复制语句 我写了一个A 复制等于1加2 然后分号 这么一个表达式 它是一条语句 我的程序里头就这么一条语句 那么按照这个复制语句的这个语法来说 它的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复制语句呢 左边它是一个变量 然后中间呢会有一个复制符号 然后呢右边呢是一个表达式 然后在最后呢要有一个分号结尾 那么它有1234 这么四个成分 那么这个编译程序 它就首先呢要进行语法分析 或者你写了一个A等于1加2 然后分号 那么把这个四个部分都分别的识别出来 然后呢再按照四个部分 所对应的不同的功能 去指挥计算机去做相应的事情 比如说1加2那么把1识别出来 2识别出来 加识别出来 结果这么一个表达式识别出来之后 就要对表达式进行求值 然后放到这个加法区里去 把它计算出一个值等于3 那么再看这个A这个变量 它通过查表 发现这A这个变量呢 它是处在这个第五号存储单元 好 那A负值等于3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3这个结果 按采用这个机器语言的指令 把它用木给它保存到第五号这个存储单元里去 那这样呢就完成了你 A等于1加2这么一个负值语句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这些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 对于这个高级语言语言程序的一个语法分析 它才能够知道你每一个结构是什么样的 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这是第一个用作用 当然这个语法分析呢在其他类型的语法里边 对于自然语言处理 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那么它用来分析这个句子的结构 那么它最终呢有助于我们 机器来理解自然语言的语句 那么这个呢也是必须的 你如果连这个一个句子的结构都不清楚 它的主卫兵定状补都没有分析出来的话 你想去理解它的内容它的语意 那是相当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在自然语言处理的领域当中 也需要用到这个语法分析 那么这样呢我们回过头来说 对于每一种类型的这个语言 零型语言一型语言二型语言三型语言来说 那么它们各自的这个语法分析 那么都是要借助于所对应的这个自动机 我们知道零型语法呢 它对应的自动机是图灵机 一型呢是线性有限自动机 二型呢是下推自动机 三型呢是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它们都需要不同的这个机器的算法 来进行识别然后来进行结构的分析 那么这个呢整个呢就是一个语法分析的一个过程